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 预备, 起床, 今天, 哇, 阴天, 还有风啊, 好冷啊 哎呀, 宝贝只盖着, 还是舒服呀, 不冷, 刚刚好 去把外面东西收了, 哇靠好冷啊, 这什么鬼啊, 他妈一晚上怎么就冷成这样了, 昨天晚上还能出来的, 今天早上就出来了, 断牙市正容易哦, 断牙这两个之后啊 比昨天晚上还冷, 这早上的, 哦, 这中午的, 这已经中午了, 哇, 你这边还好啊, 你这边是个废风向, 被那个房子挡了, 嗯, 我们那个遮阳棚被吹了, 感觉都被掀翻了, 大早起来, 爬起来, 收下了, 哇呀, 天气好差呀, 受了, 受了, 首了, 受了, 受了, 唷 水管子, 放上回去 月龙已经先走了, 咱们就吃完午饭再走啊, 咱们也不急 今天的目的店呢是潮州 吃到潮州州 潮州牛肉 早上我们吃三明治 不轮不累 培公活包蛋 能接到不就行了 他不接到了吗 我接不到 我要加水 你不加水吗 我水满的呀 你们这帮男人咋这么费水 中火打了五分钟 打了五分钟的卫波罗 OK 豆哥 好了吗 这上面有很多冰的呀 天呐 你这是啥子 你给我的时候上面全是冰呀 给水倒了呀 这是啥碗 鸡翅啊 这是腐肉 这是用烤箱烤的吗 微乌鲜鸭 刚刚刚刚还挺 用微乌鲜打着这个鸡 这不吃不下去的呀 这个鸡翅 不是这个熟了没有 出发来了 我姐做的三明治 三层面包 蕃茄 生菜 鸡蛋 还裹了一片肉 嗯 好了吧 这种好ά 哇 都炸了几次了 再不好 等下看看 哇 烫是吧 哈哈哈 你不是补烫吗 哈哈哈 哇这味道 有点 不好吃是吧 哇 不要了吧这个 嗯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不要也要拿下去 嗯 不好吃 嗯 这是什么技术啊 是它全部全部弄好的 就让你 对 微波炉热一下就行了 对对对 啊这是它调的味道 不好吃 有盐吧 要没盐可以吃 虎哥你尝一口先吧 嗯 满满的培根 肉松 番茄 鸡蛋 生菜 哦 好冷好冷 先把车 先把车子启动一下 那么几天没有启动的 三四天了 哦不 四五天了吧应该要 先启动一下 先热一下车 先热一下车 先把发动机热了 今天天气太冷了 好了 收拾妥当了 准备出发了 饭也吃完了 我现在的行程中间好高呀 刚才有达到800多瓦 现在是740瓦 看 开一会儿电就又充满 好了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呢 是潮州 潮州市 嗯 两个小时51分钟的行程 哇 224公里 问一下佑哥 佑哥你导航上是神海高速不 那咱们就准备出发了 看看在这边住了这么多天 要多少钱 感觉要过三位数 一百元 一百元就是五天 停了整整五天 收费一百耶 这次再也不会暴露密码了 我直接是指纹 OK 走了 咱们出发 好了 咱们现在离开美丽的厦门市 今天刚好是变天 气温断崖式下跌 那冷了呀 白天比昨天晚上还要冷 所以咱们就今天就得走了 不然的话以后每天都是很冷的天气 现在我们行驶在跨海大浏上面 哇 今天又降温 而且海上的风 超级大 整个车被吹得摇摇晃晃 要不说高超的驾驶据说 我可能已经 从不下去了 好了 咱们现在距离超出呢 还有209.6公里 两个半小时的行程 咱们准备在高速路上 服务区上加油 应该快到手去加油吧 从这边忍了 咱们就去暖和的地方 好吗 哪里暖和了 咱们就去哪里 大哥好哦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广东 广东省 然后怎么去前面的服务区 去加个油上个厕所 哇 这么快就到广东了 但是这边看天气还是很差 有没有 真的是全国大幅度降了 区设计范围那么广 西南服务区2公里 加油加油 哎呀好冷啊 哎这边好像暖和了一点 暖和了一点暖和了一点 你好急啊 油价值5块3毛6一样的 哎呀休息我休息我 中途休息一会 上个厕所 原来我们这里还不是广东 在福建的边边上 咱们现在已经订完点了 订到了一个驻车地 呃58分钟 61.3公里 然后过去过去驻车 太冷了 刚才这边车下面 好冷啊 这温度这样的 啊 太冷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叔叔叔阿姨们 咱们已经到了潮汕潮汕 广东潮州 天气冷了到底是谁在骂我 看我都打喷嚏了 哎呦这车 拐到那边又拐回来 我跟他超级尴尬 啊不要紧看到没有 这个空调安静 不要紧我一按 就对不过整个按住 现在我拉都拉不出来 看这个是正常的 另外两个全部被我按进去了 好尴尬 到达目的地咯 下面已经看到好几辆黄车咯 你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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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环境是非常的不错 就是天气不给力 就在这个江边 就在这江边 剩余位置120 159万 159万 你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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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停在这吧 没有 这边好多堂车 但是没有看到去后面 你摸走 我们赶紧出去吧 因为月龙 月龙不在这个停车场 我们走错了 免得产生停车费 顶多10分钟不到嘛 要不要收费 应该都免费的吧 啊 停车10分钟 收费6块钱 你敢信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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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再黑一点 10分钟就收6块钱 太牛逼了太牛逼了 这停一停 这要收费多少钱 傻住 傻住 到了到了 这里咱们暂时产门的住车的地方 停车收费5元 你看人家这收费 5块钱 我看那边10分钟6块 哎呦我给他裂开 裂开裂开 我给他裂开 我真好尴尬看到没有 我现在整个空调按键 这个已经完全进去了 我真是手键呀 他怎么能按进去呢 然后这个已经完全锁死了 扭都扭不动了 我现在要把这个外面的这个 内饰板给拆掉 然后把这个给弄出来 靠我这把小刀 不知道行不行 好尴尬 我们现在 停到 停到这个停车场了 一开始没人呢 我这边停小车是5块钱 但停咱们的房车呢是20块钱 这边后面就是一条江 但是它是饮用水 是不能钓鱼的 所以就 哎反正这天气也这么冷 看超级大的一条江 阿婷就把车停在这里了 看这一路过来这车多脏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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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满的一层灰 满满都是灰啊 可以 准备拿肉隔的那个打气筒 给我的轮胎看一下 我感觉我轮胎的气不足了 胎压不足了 又给你那个打打气的 给我试一下 哎呀 先把车发动了 因为打这个气呢 电压要挺高的 所以咱们要把车辆发动了 不然的话打不了气 OK 把这个插上 OK它的电量了 看到没有 蓝色电 OK 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漏气了 哎呦好黑 好多气 前胎4.5 看这个前胎胎压是4.2 现在是4.2 上次打到4.5 现在变成4.2了 这应该算是正常的吧 过了这么久了呢 对应该是 应该是 因为我们主要是车重 然后又停又动 嗯 嗯 看看这边的 胎压 还有球 OK OK 看一下 哦 这边是4.15 还打到4.5 开打 OK OK 我这个只能打前面两个 因为后面的话这根线太短了 应该是不可以的啦 因为电小二是带不动的 玉龙那个1000瓦的都带不动 对吗 对吗 哎 虽然带不动 但是可以看一下 还试一下 这边灯是亮的 灯能爆炸 电小二的灯也是可以亮的 带不动 这个带着动的话就会打烈 怕怕打烈 哦 看一下 啊 这个 这个才3.95吗 嗯 我就说嘛 我这个是露漆的吗 我上次 没有你后面太重 我上次打到5.0哎 对啊 5.0 好 嘚 嘚 不行不行 哈哈 带不动 哎 可是我后面 哎 我后面装了一个点烟器口 我 我不知道够不够长 试一下 幸好我上次回厂家我装了一个 但是能不能带着洞啊 别的节点 但是这种大的洞没有 但是我现在是开着 开着车的情况下 我要打开逆变器不 不用打开逆变器 12回你打开逆变器也没有了 这个啊 对啊 它便变器就是12回来 不会烧掉吧 不会烧掉吧 烧掉的话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说话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干肆 上面讲说 不会烧掉吧 应该不会吧 就烧掉了 哈哈哈哈 應該裡面壞是沒壞的 它裡面有保險 有保險 真的假的 我的那個後面的 上次上次的那個 燒掉了 保險也燒了 燒了 這就燒了嗎 我的那個也燒了 真的假的 對真的 我再試一下看看它 亮燈不亮燈了 肯定不亮燈了 你看 燒了 我靠那這個保險是哪裡換的 用不了 你要問它嗎 這就有點尷尬了 我為什麼要插在後面12V的點燃器口上 要不要保險是直接燒斷了 自己沒事找事 場面一度非常尷尬 幸好我那個 水池下風那個12V的點燃器口 我不怎麼用來 不怎麼幹活的 但剛才確實有的現場 我竟然拿這個東西 插那個點燃器上面 直接一啟動 就把保險絲給燒了 令人恐怖呀 很奇怪 我這邊的胎壓是正常的 4.75 那邊一個只有3.9 應該是這邊比較重啊 我睡也是睡這邊 艙門啊 電池啊都在這一邊 很奇怪 為什麼是那邊胎壓少 莫菲斯那邊漏漆了 怎麼不可能 它有一點漏漆 怎麼可能漏漆吧 3.85 可能 其實它就有點遠 我有延長線了 我買了 現在在記起來 還想著 漏漆嗎 那也開了這麼久了呀 這啥情況呀 好了打完了 現在這個它打到 跟邊上那個 一樣的胎壓了 但是為什麼兩個差這麼多 我還得 我過兩天再測一下 如果不對的話 我還得去找家 輪胎店 去把這個輪胎 弄下來看一下 說不定是打漏氣了 不然它不可能差這麼多 現在這樣的話 其實就先這樣湊合了吧 哎呦 好